美国白宫发言人卡尼24号说 美国异断斯诺登仍然在俄罗斯 美方在与俄罗斯开展磋商 期待俄罗斯把斯诺登驱逐回美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也表示 在斯诺登的问题上 美方遵循所有适当的法律渠道 并与不同国家协作 以确保法治得以维护 但是俄罗斯人权特派员卢金却强调说 美国无权对俄罗斯提出要求 俄方既能够也可以拒绝引渡斯诺登